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。 7月角色美男排名新鲜出炉,马龙第1名,王一博第2,肖战第3,汪顺第4名,陈兴旭第5。 角色美男7月榜单公布,陈兴旭,王一博,汪顺等上榜,肖战第3,马龙夺冠。 他们各具魅力,颜值与实力并存,成为娱乐圈焦点。 榜单不仅认可颜值,更肯定他们的努力与才华。 马龙第1名,当然不能不提到榜首的马龙。 这位六边形战士不仅在乒乓球界取得了无数荣誉,私下里也是个温柔的男神。 他的帅气与实力并存,仿佛是个完美的代言人,无论是运动场上还是生活中,他都能展现出无与伦比的魅力。 王一博第二名,紧接着是王一博,这位安静的美男子总能给人一种我很有思想的感觉。 他从陈情令中的未无限一炮而红,五年过去了,依然在娱乐圈中闪耀着光芒。 王一博的魅力在于他的真实与努力,采访中他总是直言不讳,仿佛在告诉我们我就是我,不需要迎合。 他的皮肤光滑得让人羡慕,简直像是从广告里走出来的男主角。 肖战第三名 说到第三名的肖战,大家可一定不会陌生。 他的桃花眼与瑞凤眼组合在一起,简直是迷倒众生。 肖战的笑容如暮春风,瞬间能融化人心。 从陈情令到如今的顶流地位,他的每一步都走得稳健而自信, 仿佛在告诉我们,只要努力,就能实现梦想。 汪顺第四名 第四名的汪顺则是另一种风格,他的身材比例完美,简直就是个行走的模特。 即使穿上衣服,依然能散发出强烈的吸引力,简直让人忍不住想要多看几眼。 汪顺在游泳界的表现,也让他备受关注,帅气与实力并存,真是让人佩服。 陈兴旭第五名 首先登场的是第五名的陈兴旭,这位长腿帅哥可谓是颜值与演技并存。 他在东宫中饰演的李承寅,简直是古装美男子的典范,既有坏坏的魅力,又有深情的眼神,真是让人一秒钟爱上。 更何况,陈兴旭的身材比例也是一绝,走在路上简直就是行走的荷尔蒙,想想都让人心动不已。 在这份角色美男的排名中,每位男神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。 无论是陈兴旭的古装美,王一博的真实,汪顺的模特气质,还是肖战的迷人笑容,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帅的定义。 而马龙则是将运动与魅力完美结合,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最帅男。 想想这些帅哥们的努力与拼搏,真是让人感动。 每一位上榜的男星都在自己的领域中不断突破自我,努力追求梦想。 他们不仅仅是外表的代表,更是年轻人奋斗的缩影。 这份角色美男排名不仅仅是对颜值的认可,更是对他们努力与才华的肯定。 每位男神都有自己的光芒,吸引着无数粉丝的目光。 希望未来能看到他们更多的作品,继续在娱乐圈中大放异彩。 让我们为这些帅哥们喝彩,期待他们带来更多惊喜吧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再见 再见